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跟各位介紹這個新制圖的部分 那新制圖的部分其實很特別的 剛好今年有一所復興國中在台南的 他們整個學校都是用新制圖的方式來介紹 不管是國文 英文 數學 連體育都會用到 還真厲害 有得到教育部的金子獎 那這個有一個附件放在這邊 你也可以來看看 這有一個PDF 你看其實新制圖就是一種思考的方法 軟體本身只是輔助的 所以你不見得說我好像一定要坐在電腦教室才可以用新制圖 沒有 一張白紙就夠了 像我之前在規劃那個課程的時候 像我這裡有一個去明治科大的 我在規劃課程的時候我就在高鐵上啊 就在思考啊 新制圖我要講什麼 那我就會隨便畫一畫嘛 對不對 隨便畫一畫啊 然後糟糕紙不太夠用了 就換到第二張 用紙記最大的困擾在哪裡 你要改不方便 再來就是我們現在除了文字式的資料以外 很多有圖文字的甚至影音的 你是不好記上去對不對 要徵修也不方便 所以呢 你可以先用這個先記錄下來 比如說你平常起床啦 或者有想到什麼idea的時候 我就可以先記下來 記下來之後呢 你再利用什麼 再利用這個新制圖幫我們整理起來 就可以像我現在這樣 把它整理起來之後呢 比如說像我就可以 有沒有 我有貼一些圖片啊 有做超連結 甚至還有做註解啊 你看我把圖片就貼在裡面啊 對不對 這樣就不會覺得太亂齁 就是類似像這樣 那你也可以把它做一個首頁 或者像我們前面這樣子去把它整理起來 那這樣子的話 以後要修正啊 都是一個很方便的一個方法 所以你看 他這個裡面 你這樣去思考的 欸錄影的活動 有什麼樣的錄影對不對 你看我把它放大一點 看看啊還好 吃的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是因為這個是那個 它已經變成圖片放在Word裡面了 已經放在Word裡面的時候比較差 但你可以像這樣去做齁 去做 做這個調整齁 你看下面這些 新制圖畫出來就像這樣子 對不對齁 像這樣子 那另外我們剛剛有跟各位介紹 有沒有 愛連說啊 國文也可以呢 平常你們學國文學英文 英語或美語的話 都怎麼學 用背的嘛 看完就好 可是說真的 欸 每一個課文裡面都有一些重點 對不對 你看完之後你可以把它記下來 你看 他的這個愛連說 他就可以把它想成用這樣 有沒有 變得像這樣 愛連說 然後他就牡丹 蓮花 菊花 啊 個別代表什麼意思 對不對 他又一直往下 往下想 有沒有 欸那也有人把它做成像這樣子的 也有變成牛的 那還有一個比較好玩 比較現代化的 你往下看齁 這個也一樣齁 那 比較現代化的 比較 你看 他有一個把它變成 欸 在這裡 你看 變成電腦的 哈哈 把它變成一個 Hub 對不對 所有跟他相關的 所以你新制度不見的時候 一定要那麼自視啦 你怎麼畫自然都沒關係 好 都是一個很特別的 牡丹啊 對不對 你看菊花啊 跟什麼有關 慢慢畫啊 好 那新制度只是要輔助我們 幫助各位就是說 你在思考的時候 你可以把你所有有想到的 不管有趣的 相關的 或你覺得 沒有什麼太大相關 但是我就想記下來的 都沒有關係 把你曾經想到的都記起來 因為有的是跟這個主題相關的 那有的是像這樣 獨立在外面的 有沒有 也可以啊 這個在新制度 新制度裡面 我們稱作浮動主題 也就是不相干的 但是 搞不好以後 這個可以拿來滅火 對不對 好 也許你可能會跟他就有相關聯 那所以 了解這個概念之後 你會發現說 新制度就可以玩很多 就可以玩很多 那我們現在呢 你把這個軟體打開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看 你應該要怎麼樣去用 事實上 新制度的部分呢 什麼叫新制度 就是 有一個 中心的主題 或者 關鍵字 或者一個想法 好 那 以它為基準 以輻射狀的這樣 散開來 好散開來 去 腦力激盪 好 像這樣 輻射狀的這樣 那 所以呢 其實你做筆記也可以這樣做 比如說你們 你們那個歷史都怎麼背 地理都怎麼背 理解是最好 但是要怎麼理解比較好 背起來 背起來 那怎麼辦呢 你們有沒有去外面 有沒有聽過那個叫快速記憶法 蛤 有齁 他們都怎麼記 他們會講故事 對不對 比如說你看喔 青桃十三個皇帝從頭到尾背 是 蛤 蛤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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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對對對 好 好 好 再來呢 開始就會有點模糊了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但是這個 你知道為什麼會記不住 因為你是 來硬 就是你強記的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什麼東西你記得住 漫畫 卡通 對不對 因為你都 你都很放輕鬆的去看 然後自然就會 在你腦袋過來 喔哪一集 有沒有 你們現在都看什麼 我們家都看 喜洋洋啊 以前都看 海綿寶寶 我現在都不要看 哈哈哈哈 還有看什麼 呃 雞雞娃娃 哈哈 那 所以其實那個東西很容易記起來 是因為有圖像 有圖像 你單純只有文字的記憶其實不好記 對不對 叫你這樣印記 也許你 也許你可以十分鐘 也許我就背起來 可是 後十分鐘就還給我 但是有圖像的話就比較快 甚至你會講故事更好 所以一般他們外面會記得 那種快速記憶法 就是告訴你說 欸你要怎麼記 怎麼記 那關鍵字記起來 講一個故事把它串連起來 那你以後就會自己瞎拍了 對不對 喔 那了解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來看 比較常見 如果以軟體來講 比較常見的 大概是 最有名的叫 麥爵的這家公司 好那 我們現在用的這個 S賣的呢 是免費的 好是免費 完全免費 那給各位的版本呢 也是不用安裝的 他本身就有提供 本身就有提供 那當然你用安裝的也可以 所以我們看看喔 你看這裡還有一些 手繪的 你看 這個是畫什麼 畫那個蜜蜂的技巧 這是國外的 你看他就畫 他畫 想了很多啊 那飛的時候啊 怎麼學習啊 有沒有 欸怎麼打架啊 對啊 你看Fight怎麼打架啊 對不對 怎麼思考 欸他想到很多 那 你看這個範例二 欸 直接畫在什麼 這個紙上的 像這樣子 所以其實 你都可以看一看 那我們在這裡呢 這個範例 這個就是 你比較整理起來的 我們一般其實同學 比如說你如果有一個課題啊 對不對 老師要你回去 想看看說有什麼樣的 比如說 最近是有校慶活動嗎 還是快過年了 對不對 你看 今年 現在又十二月了呢 準備 跨年 跨年 對 沒有我是要講 你可以開始準備明年的願望了嗎 願望就是不太容易達成 什麼叫願望嗎 哈哈 你想想你今年有達成你的去年的願望嗎 哈哈 有許願嗎 哈哈 好 那所以你可以先思考一下 比如說 我現在如果說 請你想想你明年想要 做什麼事情 有沒有什麼樣的心願 想要達成 或你想要達到的目標 你就可以開始思考了 所以就可以開始腦力激盪 那這裡呢 有一個很不錯的網站 等一下呢 各位可以去看一看 叫做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叫這個 它叫大迷路走地圖 因為新制圖是像地圖一樣沒有錯 那它上面 比較重要的是 它上面有很多 就是那個叫做 叫做什麼 新制圖的範例 它直接 它去寫的 那我覺得蠻不錯的 你可以做一個參考 我把進來了 好它上面很多 這裡 有沒有 它這個就做得比較漂亮一點 做得比較漂亮 那其實 新制圖漂不漂亮 不是那麼重要 重要是 你能夠用這種方式去思考的時候 你就可以想到很多 好 那我想呢 各位你可以先把 軟體打開之後 我們自己先試著 從這邊建立一個新的 你從這邊建立一個新的檔案 建立一個新的檔案 那 新檔案的時候有幾種方法 一個呢 是就是像我們剛剛這樣 直接就進來 那另外呢 它本身也有提供範本 有沒有 這裡有一些範本 你可以來這邊看 可以從這邊看 我看一下這個版本 糟糕 我現在這個版本是舊的 我換一個新的 來 好 現在呢我們來看喔 你開個新的 那 你 它本身有一些sample給你 你可以 腦力激盪的 有沒有 像這樣子 個別想的 也可以像 這邊呢 你如果建一個新的 我要開會用的 它就給你一些 sample進來 等於說 好像範本一樣 你就不需要說 每個都 從頭開始 所以你也可以發現 新制圖 有很多方法 對不對 它的圖樣是可以多變的 不是說 一定都要固定的 一定要固定 長什麼樣 就怎麼樣 那你從這邊 組織圖 我們剛剛會議 組織圖 專案管理 你也可以做筆記喔 有沒有 很單純的 像這樣做一個筆記 也是OK的 那 預設的話呢 像這個流程圖也是 像這樣 對不對 你就會看得比較清楚 比如說 你要辦一個活動啊 那 誰要負責什麼事情 比如你班上 校慶啊 或者什麼事情 跨年啊 誰要負責什麼事情 都可以從這邊做 那最單純的就是 像這樣打開之後 有一個中心主題 你把它定下來之後 就可以 以這個 然後呢 像這樣 環狀的 環狀的 再繼續怎麼樣 往下 延伸下去 這樣你了解意思嗎 那 我們先看他的一些 基本的使用方法 等一下我們就一起來 思考看看 所以剛剛這個呢 範本 像這樣子你就會了 新版本的範本是 直接在這邊 就顯示給你看了 跟剛剛那個意思是一樣的 好跟剛剛那個意思是一樣 所以你可以用 那基本的使用呢 我們來看喔 你有一個中心主題之後 你就點兩下 或者點到這邊 直接打字就好了 比如說 欸 你想想你最近想要做什麼事 這是 跨年 跨年 2013 應該算2012 跨年 你要去哪裡 跨年你想去 想要做什麼事情 烤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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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電影 這是不同的主題對不對 放煙火 還有沒有 蛤 逛街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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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球 喔 怎麼都只有消費 哈哈哈哈 你沒有想說順便賺錢一下 因為大家都會來 哈哈哈 打工 撞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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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 不好意思 唉呀 還有沒有 欸我們這邊有撞球場嗎 沒有 對我們這邊應該沒有吧 台中市現在也不太有啦 有啊 撞球很少啊 有啊 不多啊 你先 只有幾家而已啊 對啊對啊 還有什麼 你還有想要什麼主題 喝酒喔 看電器啊 這樣會比較好 哈哈哈哈 還有沒有想到什麼 蛤 蛤 喔 很好啊 哈哈 好 那假設我們這個是 你的主要的活動 假設你烤肉你有想到什麼 如果假設你快點要烤肉 你有想到烤肉 你還想要 就是烤肉這個主題之下 你想要做什麼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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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要準備肉,要去哪裡考 你的人事時地物是不是要開始想的 我要找誰去啊 你也可以像這樣子 人事,對不對 什麼時間 是早上中午晚上 還是大夜班的 有的人是考比較晚的 你有沒有了解,這樣就可以想很多了 慢慢的,每個人都提供一些點子 是不是就會有比較完整的 那我們把這些整個思考的過程 把它怎麼樣 留下來的時候 你就會比較知道我當初怎麼想的 那有些人想到什麼 搞不好你現在看到 這個烤肉跟什麼 跟放煙火 我可以烤肉的時候邊放煙火啊 對不對 那這兩個有相關的我就可以把它做一個關聯 你了解這個概念了吧 好,像這樣做一個關聯 那烤肉可不可以順便放煙火 可不可以順便看電影 可以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丟進來 你看 我也可以像這樣把它丟進來 逛街 不逛街 這裡 我假設這個是它的內容 我可以把它丟進來 有沒有發現新制圖有它的什麼 它新制圖的軟體它都有一個中心的前提 就是要讓你可以比較靈活的去使用 所以我們這樣移來移去的 你今天如果是紙筆 還是一般的像我們在握著裡面 各位也用過那個組織圖有沒有 握著裡面不會可以插出組織圖啊 那個好用嗎 小的可以啦 但是比較多像我們剛才思考的這個過程的話 那個可能就不是那麼方便 不像我們現在這麼方便 那你想看看以我現在來講的話 以這樣子烤肉 烤肉你可能就要 還有想做什麼 我要烤什麼肉啊 要準備哪些東西啊 對不對 那誰準備也很重要啊 還有誰要出錢啊 大家出多少啊 對不對 那這些呢都可以去找 那你從這邊之後 我現在是不是都比較主文字式的 可是你可不可以有照片 比如說你要去哪裡 欸有的人沒有去過那裡啊 可不可以把那裡的風景 照片先給人家看一下 那比如說你看喔 假設我就到這邊喔 你們想去哪裡烤肉 蛤 去哪裡 人愛綱農 人愛綱農 你每天都來你還想來 哈哈哈哈 每天都來的地方 我們就盡量不要再來嘛 哈哈 好你們想去哪裡烤肉 親近你應該也不會想去了吧 太近了嘛 哈哈 哈哈哈哈 有沒有哪個地方你想去的啊 蒙阿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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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錢報哪裡好 哈哈哈哈 好啦我們比如說 比較近的 日月潭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欸我就找一張啦 啊這個 有logo的最好 我就把這張圖片把它複製起來 你看我就拿到這 烤肉 當然要到這裡來烤了 有沒有 對不對 我就可以把圖貼進來 你就可以知道 我們要去哪裡烤肉 這樣你了解那個概念嗎 你看我有文 有圖 那你還可以加什麼 因為有些東西如果你要把那個 工作分配的比較清楚的 也許你會用握著整理啦 或也是有整理啦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就會連接 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超連結 把附件把它加進來 哦 比如說我們在這邊 看一下 好 這裡有一個 我就連結這個附件好了 把它連進來 有沒有 這樣就變成一個附件 所以你就可以再把它打開 好 再把它打開 這樣有沒有稍微了解 新制度大概怎麼用 好 那簡單的呢 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像這樣子去做之後 你看我們剛剛有沒有加入 基本的使用 然後呢 你如果 還有 在它的之下 還有另外的主題 我們一般 在這裡 這個叫做所謂的主題 哦 插入主題 它的下一層叫做分支主題 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 等一下呢 你可以試試看 那最簡單的就是按Enter 所以如果是跟它同一層的 按Enter就是同一層 如果是下一層 就按音色 鍵盤上有沒有一個音色 插入 有一個Home End有沒有 PageR PageDown 那旁邊 是有一個音色 插入 你就按音色的 它就會怎麼樣 插入它的下一層 那麼 順序的部分 你可以這樣上下調整 也可以拉到別人這邊來 好 也可以拉到別人這邊 好 那我想呢 你先試看看 好不好 等一下呢 我們再來看其他的 他的一些基本操作 你基本操作會了之後 你就可以真的來發想看看